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8年就已经开始 当然了 从北京到焦作到西安 我万万没有想到最后的这个记录的结果是这样的 已经在前年 2014年发生了这件不幸的事情 宣判书现在已经下来了 但是呢 给人们可能会留下一个巨大的疑问 这个徐友诚为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火爆脾气 个性使然 现场又发生了何等样激烈的冲突 导致他有那么大的愤怒 去杀警察 作为我呢 记录了徐友诚 最近的这么七八年时间的一些经历 我想我是有资格去描述一下这个人的吧 徐友诚其实是一个非常木讷的人 看起来啊 言辞谈吐 尽管他的逻辑分析能力还是很强的 但是他几乎是就老不信说的话一棒子打不出个屁来 而张小玉他的妻子在言辞方面非常热情 甚至有激烈 但是呢 相称之下呢 徐友诚却是个少言寡语的人 有时候甚至在我采访他们的时候 记录他们的时候 引起我的愤怒 因为我 当我提出一个什么问题的时候 他半天不回答我 显然他是听懂了 他似乎在措辞 总之 我根据我的理解 我认为他是 他就是一种这种慢性子 也可以说是内秀吧 他最后杀警察这件事发生以后 也确实着实让我也感到很惊讶 但是呢 我在这么几年内呢 我反复回看了这个徐友诚和张小玉 为自家事情维权 在北京以及交作各地奔走的这种影像记录 我渐渐对这个有了一定的认识吧 不一定准确 我想通过系列的这个小片 提前推给大家 尽管他是我的一个多年心血 做的一个纪录片的素材的积累 但是此时此刻我觉得应该把它拿出来了 有幸的是 徐友诚是一个也恰恰是个影像爱护者 当然了 他没有那么多闲情意志去钻研这个事情 可是他用他自己手头的那个非常初级的那个手机的摄像功能 记录了大量的影像 尽管这些影像晃动特别激烈 那有时候是因为现场的原因 往往那个现场是冲突比较激烈 所以他的影像也是比较晃动比较厉害 甚至还有模糊 像素也比较低 但是作为一个爱好者 他无时不刻再记录 两秒钟 三秒钟 好 最长的也不过 就是今天我们拿出来的这个 这集拿出来的这个片子 他大概有十分钟 但是像素也非常糟糕 有噪点 在黑暗情况下有噪点 我进行了大量的技术处理 现在总算是处理的 总算是处理的 可以供大家看了 所以我想通过这种小片子来 这一系列的片子 我们不盲目猜度这个 徐友诚是一个什么人 而且我也不是一个法律人士 我也不可能提供大家标准的 法律方面的这方面的诠释 和解释和回答 但是我作为公民记录者 我眼睛所看到的 我镜头里所拍摄到的情景 我觉得以我出浅的法律常识 我觉得应该可以清晰的描绘出 徐友诚这样一个社会底层的 一个普通公民的 他的这个大概轮廓 就算是素描吧 也许大家通过这些小片子的话 会得出一个结论 或者有更深刻的想法 这是我期待中的 谢谢大家 我们前期间就是给你们这个 一个三十五个大热线大国以后 不是一个四郎热线 不是一个三 哦哦哦对对 你们这是四郎热线 对啊我们就给你反映 就是中战区啊 我们是中战区的居民到 现在我们没生活保障 那个位置 你得答复我们 我们是中战区黎峰冬会 九十五号 张晓月被打伤以后 现在我们生活也就是没有保障 就是反映着这个问题 这是我们去北京再去反映 是二十四号 二十号的 哦是二十号的 那你会从零块费的中 公交去移房的方法 对要不行 我们就上北京算了 哦是一家零十五来源 对我们家四口人 没一个经济来源 在当小因为他老有病 我原来是公交公司的 就是就是因为就是我岳父啊 就是那个承报那个梅瑶那个事啊 中战法院 中战法院 中战法院和焦乐市中级人民法院啊 亡法判决以后我们一直上访 就是因为上访 公交公司受焦乐市政府的指使 把我给违法出名啊 我们现在也没生活保障 就我给 就我给 我们一直就是也想赚钱 但是 现在就是 我现在好像就是政府 中战区政府好像 不允许我们打工 我没有知道过 每个政府 都能够限制到 过去办公室 是 是 我们就在 您都想要这么多 只要是这个 胡马二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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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上的工作 是 是 是啊 就是这几年 我们在北京就一直打工 就是 去年11月8号的时候 人家就在北京 就是 是 我们 是 是我们有赚钱能力 对 我们 我们有自己的一双手 勤劳勇敢的双手 我们也希望能创造我们个人的幸福 但是就是去年我们在北京打工的工资到现在还没给我们领取 就是因为我们在北京打工 呃 呃 中难区要 呃 去了以后 就 就把 就把 就把我们 把我们打残了 现在我们干不了活 交的是 政府指使的吧 你要不管 我就去年11月8号的时候 就是 现在就是就是把就是我爱人张晓玉打残以后 就是人家就什么也不管了 谁把你爱人打残了 我爱人打残了 我爱人给抢走 他随身携带的就那跨包都给抢走 跨包里面有1700多元 还有工作服 呃 北京一卡通 存值 银行存值 呃 就是一切财物都抢走以后 还用就是那个毛巾 在北京 就在北京啊 用毛巾堵住我爱人张晓玉的嘴 然后把他打晕以后 拉就是 拉到就是中战区 龙祥办事处的商园村 限制人生只有十天 在这个十天结束以后 他们就是又指使了 又用这个棉衣 就是破旧的那个 张七夕的那个破旧棉衣 裹住我爱人张晓玉的头 然后又五花大忙的 把他扔到车里拉到几元 几元式的郊区 给扔到那里 不管了 就是回来以后 张晓玉对我爱人打的不会说话 回来以后 我们在医院住医院中战医院解采 也不给我们任何结果 就是至今我们的 就在北京 没什么结果 在北京打工的 就是那人的工资至今就 还没零食 谁要换了工资还没零食 谁去班 我们现在又没路费啊 我们有亲近朋友啊 亲近朋友说 你有事找政府嘛 政府限制你 政府让你 不让你在北京打工 谁可不是政府啊 就是政府 就是政府 就是我们在中战医院报警以后 就是交了是中战派出所 中战去派出所的迷警 迷警去了以后 一听说就是说是政府行为 就是我们也 其实我们也很纳闷 很纳闷就是 为什么这政府 政府会这么做呢 但是我们不相信 可是现在 我们报警以后 中战公安分局 也不给我们任何说法 就这最起码 他接受 你感觉以后 给报警出具回资单 也不给 现在我不能去那 我就要去北京去讨 对 现在就是 我爱人张小玉 我们家现在一家都 都不能过 正常人的生活 是这样的 前几天就是 我跟那个中战区 区委书记 正联务打了电话 我跟他打通以后 他约我 就是到中战 新方局 给我们 就是我们会面 只有半个小时时间 我去了以后 我跟他提出了四个问题 我说 郑书记 我今天咱们长话短说 我给你提出四个问题 请你给我答复 第一 张小玉和徐又成 有没有上访的权利 第二 第二 回来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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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问题 我也给你答复不了 中战区委书记 就这么说 好 现在我跟他打电话 他就一直也不接电话 就是刚才 刚才 你刚才 我打回你 刚才你查过以后 就是 20号 向你反映过情况 是不是 希望 希望这个市长 交流市政府 能够对我没反应的问题 加以重视 好 你贵心啊 我今天是刚好的 那我值班 我姓长 姓长 哪个长 金长的长 哦 金长的长 好的 好的 谢谢你啊 那这没有什么 这我就看到 你说了 那我在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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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 现在就是 身体不舒服 现在头疼啊 什么 现在就是 做饭 有时候就 就想晕倒 就那些 我们可以反映以后 现在 也没听坑 没听 没有任何的回复 嗯 不行 我就去北京中南海去乞讨 在北京把我打回迷远 行 好 好的 好的 谢谢你啊 好的 谢谢 再见 好的 还是回到那个话题的焦点 大家一定会问这个他为什么要杀人 即使现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嗯 我想今天这个小片子是他一次在和这个焦作市市长热线通话的这个一个过程 哎 从这个谈吐中我想我能看到的是一个冰冰有理不焦不燥然后逻辑不混乱 嗯 然后这样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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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姓吧 哎 所以我觉得而他所提出的问题呢我觉得聚聚在理 嗯 不就是一个普通公民为自己的冤 嗯 蒙冤 所以想向政府啊 向市长热线咨询一些问题 而且最后理性的提出了四点 要求 我觉得这四点也是非常合理的 而且都在法律范围之内是符合一个公民的权力的 嗯 这个圈子里边吧 所以说 徐友臣这近二十年在北京 生活 嗯 尽管是一个北漂 啊 他也在打工 给台湾人的 给台湾人的公司打工 嗯 当然是保洁员之类的了 看大门等等等等 为了维系生存 以这个 维持上榜 嗯 他在这样在北京生活 嗯 在这样的首善之区 他也多少 嗯 受到了影响 所以我们看到的 在这片子里我们看到徐友臣是一个 嗯 应该说是彬彬有礼的 嗯 言辞用语都非常贴切的一个 嗯 一位河南的 来的一个 小地方来的一个 公民 哎 所以 这就更引起我的这个 嗯 困惑 嗯 这样一个人 他的火气 难道就有那么大吗 嗯 所以 我说 这一系列的疑问呢 只有靠我们这个片子 来做一个解答 也许你的看法 跟我不同 嗯 总之 嗯 但我对你观看这个片子表示感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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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